1661年,鄭成功為了延續光復明朝的大業而來到台灣 所以與荷蘭人的衝突一觸即發 經過9個月的戰事,荷蘭人終於投降 結束了38年來對台灣的佔據 台灣也成為明朝其中一個抗清時期的重鎮 而台南的赤嵌地區就被稱為東都明京 在明正政府的管治之下,種種施政都深得民心 令台灣在民生、文化以及經濟方面都有著相當大的發展 成為明朝遺民在海外的最後一片落土 鄭成功實在有很多地方值得後人所稱道 身為明朝的忠臣,他一方面進行反抗滿清的大業 同時亦處處禮代來到台灣的明朝中室 作為一位父母官,他選然任能,為台灣的建設作出重大貢獻 今天的台灣雖然已經以台北作為政治中心 但是台南畢竟是古刀 仍然保留著深厚的文化底韻 行走於台南的街道 你會發現,處處都充滿了傳統的藝術和古蹟 你會發現,你會發現我如此 黑衣所在造成的藝術形 我們的經濟相約和美穢 你會發現,沒有關係